接上个视频的内容 今天继续这款包包的编法 也可以把它整平整 就是弄成瓶口的 弄成瓶口的 它现在是高高低低的 其实最低的地方都是一样的高度 然后最高的地方也是一样的高度 你就把低的补充上来 补充到这里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 这个是低的 这个是高的 把它边填字个边上去补充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往上边 好 边到这个地方 和它一样高的时候停下来 再边下一根就可以了 好 下一根 就这样转着转着 把所有的都调整到一条线上 好 一样高 然后再下一根 好 这里一样高了 再下一根 好 这里又是一样高了 这里都是一样高了 那就又从这里开始了 自己转着把一圈的编掉 一整圈都到一个高度之后 来收这些盘头子 好 头子往里收啊 转过来 看一个田子格上有两根条 方向朝右的 我们往左边收 这样子斜下来 从第二个田子格里开始穿 尽量的多穿 穿上七八个八九个啊 然后顺着这条线穿下去 这边这个 往这里穿 拉紧后面顺着这条线穿下去 就这样把一整圈的都收掉就可以了 要多往下穿几个 腾头子全部收进去之后 把它拽一拽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轻轻拽一下 用剪刀剪掉 好 一整圈的都这样 轻轻拽一下 用剪刀剪掉 腾头子全部剪干净之后 是这个样子 现在已经非常好看了啊 可以就这样结束 也可以在这些八角花外面 再用别的颜色绕一圈 让它更有花感 好 我们现在来绕一圈 现在我们来给这个八角花 绕外面的那一圈线 每一朵花的绕线长度是50厘米左右 颜色大家可以自由搭配 我这里用的奶黄色 每一朵绕法都是一模一样 我就只讲一朵 好 我就从这一朵开始 先转进去里面 我要绕的是这一朵 这一朵和它连接的这个田子格纳 有八排 我们任意选一排 把这个准备好的绕线 比如说我选这一排 就从这里给它这样穿下去 这样穿下去 穿好之后 拉这个头子呢 给它拉到这里就行 拉这里穿到这里 然后从这个孔里 从它旁边的孔里穿出来 穿出来又转到外面 好 这样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从这边绕啊 这样穿出来之后 这个头子 从它的下两个孔 这是它的下一个 这是下两个 从这里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 再从它的下一个孔 就是它相邻那个孔 这里穿出来 然后把它拉紧 拉紧 好 我来调整一下 这里 没把它调整好 好 拉紧 后来一个花棒就完成了 后面就是重复这个动作 你可以用收口针 接下来 又是从这里开始 从它的下两个孔 从这里穿进去 然后从它的箱里 那个孔这里穿出来 这样子拉紧 调整均匀 好 这样绕一圈啊 绕到这个地方过来 就像这一条银 ARC 这边的箱子 我现在的箱子 可以用来 得到这个箱子 然后就像这个箱子 那边的箱子 就像这个箱子 这边有关键 它就像这种箱子 现在就像这个箱子 刚才有过来 我就像这个箱子 这样绕到这个地方 这里的时候 从这个孔里这样穿进去 好穿进去拉紧 转到里边 里边是这个样子啊 这一根呢就这样 从这里穿下去 从这里 这样穿下去 好顺着这一条穿下去 穿几个把它藏起来就可以了 多余的剪掉就行了 记得把它调整紧 好这样穿下来啊 这些不要给它这样挤着 把它调理顺一些 然后往这里穿下来 差不多就行了 它不会掉 穿好之后 把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 好了 转过来 这朵花就绕好了 就是这样 后面每一朵都是这样做法 大家自己把它绕好 有几朵花呢 你就准备几根条 全部都绕好之后 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自己在上面编一个提手 或者买一副这样的提手 给它钉上去就可以了 肩带的安装 准备好这样的皮提手 还有相对应的锚钉 先把没有裂痕这棒锚钉 放在皮提手上 这个如果孔太小的话 自己用螺丝刀给它穿几下 放好之后 找到你要安装的位置 无论是哪个位置都可以 只要两边两面对称就行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是要安装到这里 把它放好 然后再拿出另一棒锚钉 就是中间有个痕迹这个 还有拿出垫片 这样穿好 因为这个田子个孔太大了 需要垫片 方转到里面 这样把两磅合起来 放进去后 然后用螺丝刀一直转这个孔 把它转紧就可以了 这里因为不好录 大家自己去安装 这里转紧了 这里还有一个孔 这个孔你给它这样斜着放也行 这样直着放也行 这样斜也可以 随便大家自己 然后你找到想要放的位置 这样放好 还是把锚钉放进去 然后用螺丝刀转紧就可以了 记得两边一样就行 无论怎么放 提手装好之后 包包就完成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做了同款的 记得在评论区交作业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